不論國中小學各個學校 幾乎都少不了有代理老師的需求 也在各校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他們不只要備課教書 還得準備教征 先教書之後 我喜歡上這個教書這份工作 我才去修教育學生 所以基本上我蠻樂在這個工作 我會想到想的是等我 就是考到我不能考為止 擔任代理老師已經有十年經驗了 仍然不放棄有朝一日 能夠考上正式老師的夢想 尤其這中間也有其他代理老師分享 得先熬過擔任代理老師的困難 有時甚至感覺在學校是次等公民 無論在工作的選擇 都其實大家都是 一定是以 這其實很像約品 以正式員工的條件 比如說配課 選班級 都是正式老師們先安排完之後 剩下沒有人要的 比如說監診息 其實這種比較辛苦的工作 就可能會落到我們帶教師身上 那他能不要呢 他不行 因為他的工作其實是一年一約 很多 其實這到這幾個月 我們也很常接收到 很多校長都會移就是說 我有人事權喔 你敢不接嗎 其實我跟學校的老師的感情 都非常的好 所以基本上我在工作上 其實是蠻快樂的 那其實只有到今年我們換了一個新校長 那我就覺得他有點在 會讓我覺得工作有壓力 然後會讓我覺得我有點 被霸凌的感覺 對代理老師會比較有明顯的感受 那正式老師其實沒有像我們這種 就是他的行為沒有像我們 就是對我們代理老師這麼誇張 確實有不少勵志的案例 就有一位新晉教師將近55歲 代理年資長達了22年 總算如願考上 大陵教師正式上案 但專家觀察 這種案例較為少見 考人就真的是更不簡單 他對教育一定是有熱忱的 那基本上他如果是已經代理 很久的代理老師 他一定是相對有很多的教學經驗 甚至行政經驗 所以我覺得他一定是無風接軌 也沒有問題 一般人可能如果不是 立定志向要當老師 他可能考個幾年 考不上他也可能有機會 他可能會轉職 近年有一波教師退休潮 加上教育部控管代理老師 原額不得超過8% 釋出大量缺額之後 代理老師大量上案 反而代理缺找不到人 演變成學校老師超終點 可見代理老師目前 仍然短缺 當編制內老師他有需要請長假 比如說育嬰什麼這些假的時候 他會產生代理的缺 或是老師去當兵的時候 他的背景是這樣子 但是即便是這樣 我覺得也應該給代理老師 應有的勞動條件 跟好的待遇 之前確實很多苛扣 經過大家一起努力 這一兩年也慢慢有改進 我覺得還是要持續在優化他們的 就提升他們的勞動條件 教了十年跟教了五 教了一年的薪水其實是一樣的 當然對於留下有資歷的老師 其實反而是 就是所以現在很尷尬的是 有資歷老師他考不上正式老師 他對學生在用心 因為那考試其實說實在滿八股的 如果真的要說我 我說實在 那但是他有資歷的照 關係他又必須連次的薪水 近年來我們也聽到很多 正式老師的理職 所以在少神話的狀況下 其實代理教師其實 它非常非常重要 執教年資可否累計續薪 各縣市規定不一 全國代理代課教師工會 因此主張要修法 要讓代理老師也能夠續薪 要如何避免代理老師慌的衝擊 也該拿出相對應的待遇 吸引人才 體本新聞李亞南周生台北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Own In